我们也知道 你其实就是很多女性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你做的事业特别成功 然后也是一个 在家里也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一个很好的妈妈 可不可以讲一下 这方面你是怎么平衡你的工作呢 你的家庭 还有你的老公啊 子女方面培育也非常的好 有没有一些心得可以谈谈呢 我觉得在这个工作和家庭中间呢 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难的感受 因为要 首先你要自己的工作效率要稍微高一点 对要学会multitasking 就是要同时多做好几件事情 但最重要的呢 我觉得是对我来说 可能去工作 接触社会 有周围有很多很聪明的人跟你一起 你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你本身在孩子面前呢 更多的是一个榜样的力量 就是你成为他的榜样 而不是说每天坐在家里跟他说脚 可能我去加班做一件事 他会问你说 你为什么非要在今天把这事情做了呢 我说这就是说 言必 就是这叫做言必行 行必果 就你做事情 答应好的人家的事情 你就要做到 那这种责任感的 可能你的有责任感的这种原则 就会通过一个特小的事件 或者通过你个人作为妈妈 或者作为女性职场的一个人 这个高管 你去做了 他就感受到了 所以这个可能这十几年来 我觉得这种 就是知心合一 和跟他们做榜样的这种力量 这是我女儿告诉我的 她说妈妈 这是你给我最大的影响 然后我也知道 其实你事业这么多年都很成功 然后很多也是我们 作为一个职业女性 这一个很好的一个真的榜样 然后我想问你一下 做一个职业女性 能够事业怎么这么成功 中间你是怎么去看 你自己走的路 你是怎么去判断的 因为有的时候在家庭 跟自己人生 跟你自己的未来的路 我刚才听到你的讲座里面说 你是一直有帮你自己 规划好的 设计好的 但是人生也不是这么容易 这么可以用你的方法去设计好 为什么去定你的规划 一个职业女士 能够走的路 我觉得女性确实面临着 比男性大得多的挑战 我们有一些个 例如我们到了这个 你有了孩子以后 你肯定有一段时间 你要去真的把注意力 放在抚养小孩上面 就不光是 就包括你的这个体力上面 你都不能够完全的去分配你的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 你要学会去非常聪明的去判断和选择 例如我那时候怀孕了以后 我记得我跟我的总裁说 我说我刚刚那个怀孕了 然后我说那你要找一个替代的人 那么就找了一个临时叫Acting GM Acting CEO 就是替代的这个临时CEO 那这样给了我三个月的时间 但实际上呢 我在过程中间我没有 可能除了那两天 这个在代产和小孩出生以外 第三天我就开始又上电邮工作了 所以还是 这个也不影响我在家里陪着孩子 所以我觉得电子化 以及这个未来的科技的这种 移动的办公的方式 也帮助了我们女性解脱 从这个过程中间 再有呢 就是你跟这个家庭和这个女性 在工作中相处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要学会去这个放 叫做就有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 叫Pad on the shoulder 就给自己拍拍肩说 我休息一下吧 也要学会劳逸结合 有的时候就是去敢于休假 敢于去休息一下 然后再回来 我们叫充电 对吧 充完电以后 你回来你的工作热情 你的工作的效率可能更高 所以我觉得这休息和劳逸结合 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我记得你有一句格言 是以万变应万变 你能解释一下呢 我这句话其实就是说 原来我们有句话叫做 以不变应万变 这个呢 其实是我们中国的一个 很中庸的一个老词 但是呢 我觉得呢 我可把它做一个 小小的一个转换 就是说呢 世界上因为我觉得 唯一不变的 真的就是变化本身 就是说这个世界 不可能不变 我们想让它不变 它也不可能听我们的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不能选择 就是被它抛弃 被社会抛弃 被这个新的科技 被周围的人抛弃 要不呢 你就要选择跟它一起变 甚至比它变得还要快 所以以万变应万变 讲的就是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 然后你要去接受变化 并且呢去拥抱变化 然后在这个变化中间 又处于不败之地 那面对现在一些 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就说是梦想 但梦想有时候 应该怎么去规定 规划呢 因为我看你的人生 你当年很少的时候 在学母的时候 你就觉得我要变 我去读书 一个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嘛 每一个年轻就有一个 自己一个规划的定 那怎么一些 对现在目前的年轻人 你有一些寄予他们在梦想 或者是他们未来的 规划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这个梦想 首先必须要有 要有理想 首先你要有远大的抱负 你才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 连想法都没有 那你就等于是自保自弃 那么这个我也讲到了 就是说我在13岁的时候 得了全国武术 这个剑术冠军 那个时候呢 我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 一个武术大师跟我说 你知道吗 在我们体育界 一个13岁的人 等于是40岁的人 等于正常人的 然后25岁就是正常人的80岁 他这一句话 就点醒梦中人 使我意识到体育 从事体育的运动员的 职业生涯是非常短暂的 只有25岁 所以我当时就立即决定 我不再成为一个专业运动员 我要去考大学 考进了外交学院 后来又出国留学 我觉得年轻人的规划 也非常重要 就是你首先要在规划前 你要先进行自我分析 你要决定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有什么样的core skills 我有什么样的真正的 叫做核心竞争力 你这个核心竞争力 你想我是一个沟通能力很强的 那我可能去做媒体 我是一个销售能力很强的人 我可能去做销售 那也可能我是一个IT男 那因此呢 我可能就要加入一家IT公司 那我是一个不倒翁 我就能够屡败屡战的人 那我就要去成为创业者 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core skills 你可以找人帮你分析 你可以自我分析 有很多的这种网上的途径 教你做这些事情 那你分析完了之后 你可以再去规划你的人生 刚才我也说到了 就是说刚才有位大学生在问 说那我去要开始职场 可是我没有经验 我怎么样去在这个职场上去成功呢 那我觉得其实也有很多办法 就是低进高出 刚才我说的 就你在加入任何的公司 或者是你创业 你可能都要把自己压得很低 要把自己变得很谦虚 要因为你是在那个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状态 如果不用心 你自干自暴自弃的话 那么可能你就成为一个懒惰的 思想懒惰的人 然后你行动上也会 就会懒惰 那你可能成功的机会 就比别人少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你埋怨的人 应该是你自己吧 李小姐最后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 你做这么多年的高管层 你的管理的理念是怎么样的 我的管理的理念 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要让他们清晰 他的目标 我觉得目标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就是说公司 尤其是企业 不是一个慈善基金会 慈善基金会都还有KPI 就是说他要是如何有效的 以最小的钱和资金 去获得最大的影响力 而企业呢 不是慈善基金的意思 就是他是要创造 效益 要带来回报 所以你要给他设立 他的这个企业的回报的目标 所以这个目标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你每国一段时间 要对这个目标进行反馈 这个很重要 第二呢 就是你要给他coach 要让他改变自己 要让他不断地学习 通过一种peer文化 就是共同文化 同事间的一种影响力 来提高自己 让这个文化成为一个 积极向上的文化 谢谢你 一位小姐跟我分享了 这么多你的一些探访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